馆子小匡里有一句话 市农工商四名者国之十名也 意思是读书人农民工人商人都是国家的住食 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农民种地 大家自给自足很少有物品的交换 所以这四类人中商人排在最后 到了近代受到西方经济发展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商业 也制定了许多政策来促进商业的发展 可在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商业的发展却屡受打击一路曲折 矛盾的这篇文章就恰恰反映了商业发展的不易 林家铺子是矛盾写于1932年的一部 描写乡村生活的小说 它叙述的是一二八前后江南某个小镇 林家杂货店倒闭过程的故事 那是社会上的反洋货风潮正闹得轰轰烈烈 国人正从方方面面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 主人公林老板却振奋不起来 他正因店里堆积的洋货无法出售而发愁 同时他的铺子也因贩卖洋货随时会被查封 正焦头烂额的时候 林老板听说他对面的铺子花了钱来打通关系 不仅保住了铺子 而且获得了出售东洋货的权利 他虽然感到十分愤懑 但也只能去摘着那些闲神野鬼了 凑了点钱把家里的金像圈荡了 送给了那些强盗 让铺子暂时稳定了下来 第二天 林老板重振旗鼓 把那些东洋货摆在了最惹眼的地方 还写了好多打折的红绿纸条贴在玻璃上 想趁年关乡下人来这里感激 通过打折促销的办法 来把这些货物都处理掉 也好有点钱来过年 可那些乡下人 哪里又有多余的闲钱呢 他们的收入 基本上都被那些地主和高利贷都剥夺了 仅剩的那一点点钱 都用来买米吃了 他们就只是在店内赚着看看 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来买 一个上午 也仅仅是把那红绿纸条的广告费赚回来了 遇过半头 就只剩些当地人了 虽然有人照顾他的生意 可都是老主顾了 林老板都能叫上来他们名字 甚至是他们父亲或者祖父的名字 遇到那位顾客一定要除去一毛钱尾数的时候 他就夺过店员手里的算盘 来回算了好久 然后不得已地把那尾数从算盘上拨去 一面笑嘻嘻地和顾客说笑 请他多关照关照自己的生意 结果这样一天下来 并没有赚多少钱 晚上林老板打着算盘 看着账簿 不禁低声叹气 账簿上别人欠自己的固然很多 可自己欠别人的却更多 于是他开始计算自己的生意 慢慢提升货码 做些批发生意 想着这样 总有生意建好的一天 可以还清欠别人的账目 让即将到来的年光好过一点 随着打折的方法继续执行 生意也随之渐渐好转 林老板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林太太也急忙去烧香拜佛 希望生意慢慢红火起来 可天又不测风云 林老板的店铺干得越红火 就越能引起补局长等人的嫉妒 同时外地人又赶来催账 林老板好不容易凑齐的钱 还清了外地的账 可商会又要分摊军饷 当地的钱庄相继破产 他只能收上来几个钱 同行也趁此机会压低商品价格 也开始打折出售物品 让他只能亏着卖东西 得过且过 那个年 林老板过得分外憋屈 他甚至都想从桥上跳下去 一走了之 可家庭的重担 还是让他忍了下来 后来因为欠别人的钱款 没有按时结清 他的铺子受到了横圆钱庄的把控 卖货赚的钱八成都要归他们 党部的补局长也趁机以解围为由 看中了他的女儿 回到家后 林太太听闻悲从中来 抱着女儿失声痛哭 他既不想让女儿做别人的小老婆 又担心补局长的打击报复 可林老板认为 自己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 又没犯法 又有什么借口来找他的事呢 可林老板小瞧了补局长的力量 补局长以他买卖假货为由 把林老板抓了起来 林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 止不住的打嗝 一面去求神拜佛 一面派仆人去找商会会长帮忙 会长先是沉吟不肯 后来狮子大开口 一下就是两百元钱 可店铺赚来的钱八成都被抽走了 哪里一下子能凑齐这么多钱呢 林太太和仆人正在发愁的时候 对面店铺听说林老板被抓走了 也趁机过来挖货 仆人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是同行的阴谋 企图压垮林家铺子 林太太没有办法 只能把货低价卖给他们换钱 让仆人拿着钱找到商会会长 去赎林老板 林老板从监狱里死里逃生 回到店铺后发现 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面对商会的欺压 同行的排挤政府的压榨 他不禁悲从中来 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一家三口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忠心耿耿的仆人 果断建议林老板逃走 自己留下来应付 认为这是大家唯一的活路 林老板沉思良久 决定带上女儿逃走 留下林太太和仆人断后 就这样 曾经风光一时的林家铺子 就这么结束了 曾经车水马龙 人生顶沸的城镇 也因一家家商铺的破产 而变得冷清起来 林老板无疑是一个悲惨的人 他一方面要受到商会政府的限制 交各种税付 另一方面 他也在不断地应付着手底下的欠债的 奔波于各色人等之间 连收租的人都这样说 林老板 你是个好人 一点嗜好也没有 做生意很巴结认真 放在二十年前 你不怕发财吗 可是现金形势不同 捐税重 开销大 生意又轻 混得过也还是你的本事 林老板在这种环境下 勉强维持生计 也是难为他了 在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主义 三座大山的压迫下 林家铺子的破产 仿佛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商业的发展 虽旅经坎坷 一直被排挤压迫 但也并没有被压垮 而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对于当今社会来说 商业的发展 也是显得愈发重要 我们就更要牢记历史 记着那些悲惨的过去 一个林家铺子倒下了 我们要让更多的林家铺子 站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